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每年最新款的iPhone手机,过去几年每次发表后,强大的自研晶片都让业界称赞不已,安卓SoC也是常年抬不起头。 然而,今年A16的摆烂更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要知道,就连苹果自己也觉得这一代挤牙高级的太过明显,在发表会上不仅一旦而过,甚至只放出了和三年前A13的对比。 其实从晶片的设计中也可以发现,在GPU的核心设计上,A16和A15几乎一模一样。 另外,近日有海外媒体各类报道显示,苹果直到开发周期快结束时才发现,不得不将iPhone14 Pro系列的绘图处理器效能回归去年的晶片设计。 据报道,由于苹果在开发A16晶片方面的一个错误,可能导致苹果在iPhone14 Pro机型上使用了效能较差的处理器,这可能表明苹果的晶片团队内部存在问题。 iPhone14 Pro使用的是A16晶片,尽管它的确是当前智慧型手机中最强大的晶片组之一。 基准测试显示,A16效能同比略有提高,而最新的讯息表明,它与前代产品相比,原本可以有更大幅度的提升。 有四位消息人士称,过去一段时间里,苹果的晶片制造团队一直在经历大量的内部动荡。 这可能导致纪念新款A16在开发后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苹果原本的计划是让A16实现大幅的飞跃,但早期原型机的耗电量超过了该公司基于软体模拟的预期。 高功耗可能会影响电池使用寿命,并导致电子装置在运行期间出现温度过高的问题。 由于这一发现出现在开发后期,A16因此不得不基于A15所使用的绘图GPU模块来构建。 于是,搭载A16的iPhone 14 Pro系列,成了苹果史上第一款牙膏机。 根据苹果公司最初计划,A16将为iPhone软体一如光线追踪功能。 在正式发表之前,还有传言称A16将使用台积电4nm工艺。 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苹果只是在iPhone 14和iPhone 14 Max上使用了A15,而不是A16。 苹果之所以会在这两款机型上使用A15晶片,或许也是因为A15和A16之间的差别并不大。 与此同时,苹果还决定对绘图处理器设计研发团队进行重组,一些人被调理。 由于这一重大失误,一些之前晶片设计团队中的关键人物也选择出走。 据相关资料显示,自2019年以来,苹果的晶片设计研发团队中已经失去了几十名关键人物。 这些人要么自立门户,要么跳槽去了晶片初创公司。 其中,负责Apple Silicon团队的高管Gerard Williams三世的离职创业, 堪称苹果的最大损失之一。 半导体行业研究公司Semi Analytics的首席分析师就认为, 在过去几年里,苹果的CPU效能的提高是非常小的, 而且主要是由于台积电先进制程工艺的改进提高的效能, 而不是新的晶片设计。 其认为,自Williams离开后,苹果晶片的效能提升明显放缓, 实际上已经全面进入过去英特尔14奈米无限加号的老路。 有趣的是,苹果公司在Williams离职六个月后起诉了他, 指责他在自己的新企业中使用了苹果的智慧财产, 还挖走了关键的晶片工程师。 不过,Williams的律师声称,苹果的起诉是毫无根据的。 但熟悉晶片设计业的人来说, 关键大佬的离职,对苹果的晶片团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19年,负责苹果晶片的前高管Williams宣布离职, 理由是需要更多的陪伴家人。 这让同事们大吃一惊。 Williams是2010年从英国的Arm加入苹果的, 此前他一直是Arm的高管。 在苹果工作期间,他在设计长的位置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 在他的手下,多代iPhone的处理器效能和Mac的高阶M1晶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Williams在苹果的最后一天,公司为他举办了告别派对, 高管们盛赞了他的工作,并送给他一台iPad, 刻有感谢尤你,苹果才能进步的如此之快的字样。 不过,几天后,Williams创立了Nuvia公司。 Nuvia的目标是打造一款震撼整个行业的, 基于Arm的通用伺服器晶片。 类似于Gravator 2和Ampere Ultra, 但具有与苹果当前设计相当或更好的定制微架构。 他们从多家公司挖人, 其中苹果就被挖走了至少9名晶片工程师。 对于Williams的做法, 苹果也在渐渐失去耐心。 据律师称, Williams曾收到过警告, 表示如果他再继续从苹果挖人, 将会承担严重的后果。 但根据苹果工程师们的爆料, Williams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发力, 就有相当多的苹果工程师都希望与Williams合作, 参与他的新事业。 忍无可忍的苹果在2019年8月对Williams提起了诉讼。 Williams也不甘示弱, 分分钟把自己的前雇主告上了法庭。 Williams声称, 就因为自己的苹果工作期间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苹果就对他百般打压。 在诉状中, Williams指责苹果在工作时间外, 还在监控员工的短讯和通话记录, 这些记录都出现在了苹果的诉讼文件中。 随后, Nuvia公司挖人也不再顺利, 因为苹果毕竟是苹果。 一些员工因为害怕被起诉, 拒绝了Nuvia的邀约。 而和Nuvia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 也让苹果感到不安。 他们火速召集了苹果, 在加州和其他地区的, 处理器团队中的一百多名骨干成员, 鼓励这些员工坚持下去, 因为公司正在制造令人兴奋的新产品, 即后来让对手文风丧胆的苹果, N1晶片。 不过, 之后依然有几位员工选择辞职, 加入了Nuvia。 还有一位苹果员工在透露自己正在考虑去Nuvia后, 苹果的企业安全团队没收了他的笔电, 试图寻找Nuvia联系这位员工的证据。 与此同时, 这场诉讼也在不经意间抬高了Nuvia的地位。 他向风投资本家和潜在的雇员都发出了一个讯号, 这是一家可靠的半导体初创公司。 当时, 谷歌、 微软、 英特尔和高通都考虑买下Nuvia。 最终, 高通以14亿美元收购了Nuvia。 这笔交易让苹果非常痛心, 因为它让苹果与高通达成了和解。 2019年, 双方曾有一场激烈的专利诉讼。 和解后, 苹果同意向高通支付至少50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得以继续在iPhone中使用高通的5G数据机晶片。 不过最终, 苹果决定使用自己的开发代号为LIDA的5G数据机, 计划于2024年投产。 与此同时, 焦虑的情绪也在苹果员工中蔓延, 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 是苹果对于其云端存储iCloud的规定不严, 导致很多人无意中将工作文件与个人电子装置和云端同步了。 而在苹果的半导体部门, 经理们开始竭尽全力告诉员工, 初创公司风险太大, 少有能最终成功的。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更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 发表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新产品。 不过, 半导体分析公司More Than More的首席分析师表示, 苹果公司在其晶片的待机效能方面仍然高于市场预期。 然而, 这一速度已经在放缓之中。 考虑到他们在人员和制造方面的状况, 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增长速度? 这是个问号。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